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生少年 傅雲捷要到了 傅雲捷當然就是要買工具 而身為男人中的男人 應該要買什麼樣的工具呢 當然就是買哈雷 沒有要買哈雷 可是我想買 你看有人想要買 好 雖然哈雷還沒買 但是我們可以為哈雷先做好準備 那傅雲捷應該要先買什麼樣的工具呢 當然是買控壓機 之前有看我們頻道的人都知道 其實控壓機可以帶來你家裡面非常美好的生活 而且現在的控壓機都做得非常小 而且攜帶很方便 像這樣子攜帶式的控壓機 現在都只要有一顆電池 你就可以做得好好的 現在咧 它只要電池插上去 開機 它打滿了 這種控壓機呢 它前面都有一個快踩頭 你只要往下拔 插上去 這樣子 就可以吹風了 那到底一台控壓機 能夠帶來你什麼樣美好的生活呢 你歡迎到我們上面控壓機的那集教學去告訴大家 而這種攜帶式的控壓機呢 它就是你平常可以放在車上 你露營的時候可以用 你出去玩的時候可以用 或者是你今天開在路上發現有人車子爆胎了 你可以去幫它打氣 加油 或者是你今天去洗車場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看過10元硬幣投的那個洗車場 你知道要去排控壓機在那邊吹嗎 你今天就可以帶著控壓機 然後放在你的車上 在那邊打氣的時候 跟人家收五塊錢就好了 而我最近呢 贊助了一個籃球隊 而且控壓機可以拿來幹嘛呢 最重要當然是拿來打籃球 看到嗎 各位朋友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棒的球隊 你只要 加入我們夢想家青年隊的朋友 你都可以獲得到這一顆很棒的籃球 有機會呢 我再跟各位朋友好好地介紹一下 我們最近搞了一個籃球隊 好 大家如果各位朋友 你如果嫌它會太吵的話呢 歡迎你去買靜音型的 然後對於控壓機怎麼使用呢 都可以到我們朝燈燈上面去看 有沒有 該搞笑喔 這樣 這個不喜歡是不是 沒關係 我知道大家的心目中 真正想到的 還是哈雷 不過哈雷還沒有買沒關係 我們可以大家為了哈雷 先做好一個前期的準備 講到哈雷 你一定要知道一個牌子 叫做Miraki 那為什麼哈雷跟Miraki 有這麼密切的關聯呢 其實原因就是哈雷跟Miraki 他們都來自於Miraki 所以大家很多看到一些老外的影片 就是看到那些老外在維修哈雷 或者是組裝哈雷的時候 他們全部都是用Miraki 這個牌子的工具 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Miraki 它有出了非常多的衝擊板手 那它其實也是因為哈雷的關係 就是因為旁邊有沒有 肥水不落外人田 自己的老婆自己 怎樣怎樣 你說啊怎樣 你講啊 自己老婆自己怎樣 所以也是因為車子行業的關係 他們就出現了非常多的就是衝擊板手 而衝擊板手跟電子扭力板手 它又是兩個不一樣的世界跟不一樣的市場 但是因為板手這個東西 那因為它的南瓜當然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們決定在拍一集跟大家介紹 關於板手這件事 這東西我們尤其會在下一集跟大家講 我是不是開帆啦 其實我不是故意開帆 我是為了讓大家這樣子 沒有 打開的時候可以這樣子看 好話都從頭 在父親節的時候呢 我知道不是每個爸爸都是有哈雷的 但是每個爸爸他一定可能會用到車子 可能你的爸爸是一個努力生活 努力工作的開著發財車的好爸爸 那或者是呢 你家裡面一定有一些修旅車嘛 或者是一些小汽車 那特別的地方就是 很多的朋友他們都出到18V啊 20V啊 40V啊 各種V啊 沒關係他們的衝擊板手呢 他其實是少數就是12V裡面 他能夠去拆卸發財車的輪值的一個手工具 他也是在12V的世界裡面呢 有350牛頓米的 衝擊板手 好各位爸爸我知道 在你的心中還是有一台哈雷在蠢蠢欲動 所以我們要修哈雷之前 絕對也不能只有一種工具 而且有很多種工具 講到修車工具組 KINGTONY 箱子出來 箱子嗎 喔好再一次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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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HR 語 Timтоanecemos好是神經怎麼有 Moto Coop 愛 Pad 滴女哲笑 他不知道 聽懂你 錢湯尼 右轉erel 97 建筑 Hills 全台灣 97% 白 Alzheimer 鬍 Fleisch 全台灣 97% 都喜歡有一個自己的繡車組 在你哈雷還沒準備好之前 你可以先把之後要修理哈雷的工具 先把它準備好 全世界沒有一台哈雷是一樣的 全世界沒有一台車子是不需要修的 所以為人深為男人中為男人 Be a man Man of a man 你一定有需要一套 哇 各位你身邊如果有那種強迫症的朋友 我來教大家如何 用一招惹毛強迫症的好朋友 就是把一個工具拿起來 然後把他丟了 以後他只要打開那個工具的時候 他就會 太誇張了吧 真是一個被YouTuber耽誤的魔術師 但各位朋友在買這種工具組的時候 有件事情就要很注意 就是他有分音字跟工字 就是硬擠 像哈雷的車他就是硬擠嘛 我們這個是工字的 不過沒關係 在不能拿來修哈雷 我們可以拿來修日系車 總而言之每一個男人 都一定要需要有一個自己的工具組 那在買之前請大家注意 要記得買音字還是工字喔 那對 課外教學 就是在我們超人生少年呢 其實我們是有IG的 我們在IG上面有做一些術語的教學 像是這個東西 你的老師傅會怎麼唸呢 我們在傳統的時候都會稱為 叫卡哩卡哩幾輪板手 你在轉哪個方向的時候 比如說今天我要逆著逆時鐘轉 我們就把上面的這個卡榫 把這個往上面扳 所以你在順時真容的時候呢 你就會 它會 卡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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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逆時鐘轉的時候呢 它就會是緊繃的 順時鐘轉 這聲音很療癒對不對 而在我們IG上面呢 除了卡哩卡哩之外 也有很多的術語教學 歡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老師傅們 上來一起討論 不過要先強調 因為術語呢 它其實在每一個地區 它其實都會多多少少會有一些差異 那我們就大家多多交流啊 喔對 然後Kintoni 他們最有名的一件是 他們的月曆 日曆 年曆 他們的年曆呢 這裡面有一些 感覺很有似的 很有似的妹有沒有 就這樣子 他們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 他們有一個廣告 就是一個辣妹眼拿工具打殭屍 我實在是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好 總而言之 大家如果喜歡這個月曆的話 你可以上我們曹蘭珍的 技術本位社群 沒有這種 我們可以送給大家一本 把我自己珍藏的這本送給大家 上面應該不會黏住了 大家放心 好的 那我們來下一個吧 全台灣97%的男生都希望有自己的工具 全台灣99%的男人都跟自己的爸爸相處不好 我可能是那1% 很多男生的小工業呢 其實就是從爸爸這邊所傳真下來的 但是呢 跟爸爸相處不好的時候呢 你有時候需要爸爸的幫忙 需要爸爸的一雙手幫你旁邊扶 就是因為你們最近 是不是跟爸爸相處不太好啊 還是你最近是不是跟你父親又吵架了啊 趕快打個電話 第一句話就跟他說 爸 回來 但我知道講了這句還是沒有用 你跟你爸還是相處得不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一個三腳架 來取代爸爸的雙手 來 三腳架 現在三腳架真的是做得非常的精緻 又非常的輕巧 像這個喔 威克斯的三腳架 他其實 做得非常厲害 直接現場跟大家示範一下 這種三腳架應該要怎麼拆裝呢 當你有的時候 身邊沒有幫手 或者是 今天剛好你是一個人緣不太好的人 常常有時候工作 找不到人一起幫忙 你就需要 像有這樣子的三腳架 首先把它展開來 大概會長這樣子 喔對 它裡面還有附一個小箱子 像這種小箱子呢 就是能夠把你架在上面 放一些小工具啊 小零件啊 那這東西要怎麼樣使用呢 來你看一下示範畫面 常常你在工作的時候呢 你就需要有另外一個人幫你扶 然後但是有這種三腳架的工具桌呢 你就可以一開始 把它先解釋放 然後到你要的位置之後呢 把東西放上去 然後呢 把這扣環往下壓 踩一下 它在固定住了 然後呢 就可以拿出你的工具 然後來操作它 要釋放的時候呢 把這往上扳 踩一下 然後就可以鬆掉了 所以它除了可以拿來夾各種物件之外呢 它也可以拿來夾木頭 然後除了三腳台之外呢 我個人也非常強烈推薦他們另外一個工作桌 這工作桌呢 它現在已經賣到賣爆了 它在網路上啊 已經是成了一種缺貨的狀態 使用方式呢 非常簡單 把它張開 然後呢 它的桌角下面這個 有一個夾具 這個夾具呢 操作非常簡單 然後它前面這邊有一個 可以讓你固定到 它桌上這個滑軌的位置 你就把它這樣融進去之後呢 然後放上去 壓著 固定起來 它就能夠 當成你桌上的一個小夾具了 然後它這上面呢 都有一種小小的小插箱 它可以幫你拿來抵住你的工件 或者是 拿來做兩邊的固定 然後它這個桌子呢 它有大的有小的 然後你可以把它組合拼 全部拼在一起 非常厲害 旁邊這個小地方 它能夠讓你做一些 鉛筆啊 繪圖啊 然後它的這個面 因為是全平面的 所以你就可以在上面 做一些設計稿 然後做完了之後呢 旁邊木工切一切 就可以開始 夾 開始做 開始弄了 好最後一個 福音節快到了 我知道大家都會有一個選禮物的角力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看我們超認真 工業潮流物那就對了 凡是我們都要事先做準備 就像我們還沒有買哈雷 但是先把要用哈雷的工具先準備好 就像你還沒有當爸爸 你可以先準備好當一個爸爸 你還沒有當老公 你就可以準備好 好好當一個老公 身為一個做老公的人 你應該在事先做好一個工具上的準備 這是一定要的 而在買禮物上面 能夠有什麼樣的選擇呢 其實我個人小弟的經驗 就是通常啊 你要花大錢去買東西 不如去花小錢去買那個世界裡面最貴的東西 就像是福音節如果要買一隻手錶給你爸爸 三千塊 好像買不到什麼很厲害的手錶 但是三千塊 如果你幫你爸叫一個外送 你可以買六百杯綠茶 因為小孩去 但是一千塊可能今天你想要送禮物 人家都會給你蹭金蹭涼 但是呢 如果你在選對禮物 在那一個世界裡面 選到一個頂峰的禮物 那就非常厲害吧 好比說買一個兩萬塊的名牌包 你不如去買一個 一萬塊的名牌手工具給你爸爸 他一定更開心 所以送禮送到新坎裡 花錢花在刀口帳 完全沒押韻 花錯回來 像我們最近呢 就在改裝工作室 改裝工作室要幹嘛 要做隔肩嘛 做隔肩就是要什麼 要裝玻璃 身為一個男人 你怎麼能夠不會打鼠力控呢 於是我跟我公司的員工呢 我們就上網來看看 一支鼠力控槍到底最貴的天價能夠到多貴 然後我們上網發現老半天呢 之後發現一般市面上 一個支鼠力控槍大概兩三百塊錢 但是呢 我們上網去找到一個 最頂天級的鼠力控槍 大概一千多塊錢 一千多塊錢 一千多塊錢的鼠力槍 長什麼樣子呢 就長這個樣子 以前我們在用傳統式的槍的時候呢 都會後面會有一根嘛 大概有點類似這樣子啦 你有沒有感覺拿起來 幹嘛的 而這種一千塊等級的鼠力控槍呢 它能幹嘛呢 就除了一般按壓之外 它可能號稱比較省力吧 或者是按起來手感比較不一樣 那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它有一個轉向頭 像我們在打一些玻璃的90度的垂角 從上面往下打下來 然後把它升過去 跟以前一樣 是一種傳統後面有一種推桿的鼠力控槍 不過鼠力控槍 它在做的時候其實有非常多的小技術跟小小美感 這個東西我們也是拍集來特別跟大家講 因為鼠力控槍實在大家太常用到了 而身為一個好爸爸呢 當你今天要送它禮物 你說千萬不要去送那個很多錢 但是在那個世界裡面又不怎麼樣的禮物 如果你今天送它一支鼠力控槍 其實你只花了一千塊錢 它又是這個工具裡面的巔峰頂峰的時候 那就非常的不錯 而我們找了勞萬天呢 塔吉瑪天島 就是在call網站上面最貴的鼠力控槍 假如今天是一個狀況劇 就是上面有一個小屋簷 你要在一個小縫隙裡面去打這個90度角的時候呢 你就不會因為後面的推桿 去限制你的槍的各種動作 那它沒有推桿它是什麼樣的方式呢 它就有點像是捲齒你知道嗎 它上面這個很像一個上膛的動作 這個東西就是連帶去做它的推桿 不過呢我們身為一個公平公正的頻道 有些東西你在買之前你要注意 它雖然看起來是一個很高尚很時尚的一個 鼠力控槍 但是咧小弟我阿仔這手是比較大隻的手 其實我的手抓起來它是剛好的 但是如果今天你的手 就是比較小 你可以去嘗試一下你習慣的那個 手的握的大小 你如果直徑沒有超過 你手張開的那個長度沒有超過我的 你拿這種槍會比較稍微比較吃力一點 然後在打鼠力控槍的時候呢 其實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大家都會用刮刀嘛 就是先把它打到滿 然後用刮刀刮 但是一些老師傅勒 其實像如果今天想一個大樓大廈啊 你一天裡面你要打七八百個窗戶啊 你總是每個打完 找一個窗戶再掛一次打完再掛一次再補 就很麻煩嘛 所以其實以前我們在打鼠力控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小小簡單的小眉角做法教給大家 首先你的剪口很重要 不要一開始就用它原本的一個小圓圈 你要剪一個斜角 斜角剪好了之後呢 這時候又有流派的差別了 有些人喜歡打起來圓圓的 有些人喜歡打起來扁扁立角的 我個人的喜好呢 我喜歡打那種扁扁斜角的 所以我們會把切完一個斜口之後呢 我們會把它壓扁 跟你講啦 剛好一台罐 講破沒有價錢的 那你這個形狀 你這個切口切成什麼樣子 你在做90度再打過去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 像是掛刀一樣 就重新刮過一次 所以它的粗料會在右邊粗料 它的刮刀會在左邊幫你刮 而如果你今天你是剪成這樣子的形狀 去打獨立控勒 你在打獨立控的時候 要跟你的打的地方 成一個90度角的垂直面 就像硬硬打這樣子直接刮過去 然後獨立控箱最重要的重點在這裡了 獨立控箱講究就是一種協調性 我們今天拿一個有推桿式的跟大家做示範 看得比較清楚 在打獨立控箱的時候呢 只要你的右手握桿 你有動 你的身體才跟著動 只要你的手沒有動 你的身體就不要去動它 所以在打獨立控的時候 就像這樣講 壓一下壓不動 壓不動 它大概是僵直的邏輯 但是每一個粗料跟每一個剪的口徑大小 會因為你剪的不同 而打出來的粗氣會不一樣 那有另外一種呢 就是45度的打法 這種人就是喜歡打比較圓形的 但是每個人各個老司機跟老師傅 都不太一樣 不過認真說啦 其實使用上要習慣一下 因為它作動的方式 的那個手感跟我們傳統式還是不太一樣 就是需要一點時間來練習 所以回到頭來 如果今天你買禮物很煩惱的話 告訴你一個阿宰社的重點 就是你不一定要花很大的錢 有的時候你花一部分的錢 但是去買那個世界跟那個層級裡面的頂峰角色 那大家看起來就會很爽 好啦又是一集了 超認真工業超熱物的推坑節目 當然敗家少年都非常的榮譽 所以你只要躺在床上這邊 用手機刷一刷你就可以買到非常多的東西了 你都可以去挑選 怎麼樣買你最划算 或是怎麼樣買你最實惠 像我們上次買了一大堆東西 我們的MOMOB呢 就幫我們免費公司換到了一個 三軸穩定器 所以大家都可以選擇 你最棒的信用卡 或者是選擇一個 它能夠比較多回饋 或是可以打統編的公司 然後來去買你的敗家少年系列 所以像我們超認真這種欠發票的公司 就是你上網買東西 你都會需要一個正統的 就是有發票 能夠扣抵你5%的營業稅 那另外呢就是 你用MOMO卡消費 你就可以得到另外5%的MOMOB 你就可以拿到什麼東西 8%喔 現在8% 所以大家可以趁現在進行的時候 趕快去買8% 所以你8%加5% 你總共可以有13%的回饋喔 不是啦 沒有啊我還有扣營業稅啊 喔13% 對不對 懂不懂算 會不會開公司 所以如果今天你公司缺發票或缺景象 或是你想要爆買一波的 歡迎你到這個神奇的小兒子上面去購買 好的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的超認真少年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歡迎幫我們訂閱按讚跟分享 或是你有什麼樣工業的問題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補 還是有沒有人想要買我這個神奇的小兒子啊 我們今天魔術道具 今天特價值到8888 不只給你5%的回饋 還給你20%的回饋信心喔 幫他打氣 加油